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了体会 邵老师有的同学就是软硬不吃怎么办 那就软硬都不给他吃 对啊 我们就是这样子 我认为怎样啊 一定要强势下去 因为我就碰到过小学生 小学生呢 那个老师啊 带得很认真 非常的扎实 得行教育 但是就有一个小朋友 那个老师跟他讲 小朋友啊 劳动在为你们自己祈福啊 我们从小要祈福 要赔福 长大了要造福人类 从小赔福 然后造福人类 到晚年才能享福 老师跟学生啊 天天那么讲 然后要让他们劳动 结果有一天啊 那个有一个小朋友 不愿意劳动 在那里看书 老师进去了说 你赶快去劳动 劳动啊 帮你赔福耶 你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完 结果这个小朋友来了一句 他说老师 这个赔福的机会 我就让给你吧 让老师去做吧 怎么办 后来老师听了以后说 好 既然你不愿意呢 那么我们就软硬不拉大吃 老师说 既然你不愿意赔福 不愿意做事 没关系的 我们不强迫任何一个人 所以老师就开始问小朋友 他该做的工作啊 有哪个小朋友愿意做 大家放心啊 只要你的 整个支界队啊 班上总有有正气的同学 总有很热心的学生的 问谁愿意做 结果好多个孩子举手 说我们愿意做 老师说好 以后啊 该他的劳动啊 都你们做 他不用劳动了 然后他不喜欢做事呢 我们大家为他服务 因为我们都愿意为别人服务嘛 所以他该做的事 我们都帮助他做 结果孩子一听啊 很高兴啊 马上他该扫的地啊 同学都帮他扫了 然后他吃完饭啊 那个孩子去洗手 他们马上帮他开水龙头 孩子要擦脸 他们马上帮他拧手倦 孩子要坐下来读书 他们马上帮他拿椅子 样样都帮他服务到家 结果那个孩子啊 不自在了一天 很难受啊 样一样都有别人帮他服务 第二天自己跑到老师面前说 老师我要做职日 我要干活 你总不希望你的学生 从小被折腐折完了吧 对啊 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 去应对 孩子其实是好引导的 关键在于 他还是没有体会到 去引导他 而不要啊 硬对着干 当你对着干的时候呢 孩子也跟我们对着干啊 那种脾气就上来了 所以这个是 面对学生啊 其实方法很简单啊 说起来 最关键的 我们老师啊 实施一颗心 就是我到底是真诚在帮助学生啊 还是在发我的脾气 实施关自己真诚心 如果学生已经跟我们对立了 那我们这句话下去 他明明改不了 那我们还要下去 那是我们自己的脾气啊 他明明改不了 我就赶快转弯了 我就马上啊 不朝这个方向走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 目的是让他改啊 而不是说目的是 我是老师 我说的话 你必须听 那个是控制欲 对学生啊 对成人 对家庭人 那都一样的 都不可以用控制欲去对待 都是真诚帮助他 他听不进去 我们马上反省自己 我用别的方法 实实看自己的真诚心啊 与弟子规相应的得益故事 我们掌握得很贫乏 不知道有没有一套 德语故事读本 是有这么一套书 德语故事 但是呢 那个我们这个书 数量有限 现在暂时没有办法 给到每位老师 但是如果有学校 长期开展弟子规教育的话呢 我们到时候会 可以考虑 安排一些书籍 送给学校送一套 大家老师可以轮流看 如果没有拿到这个书 大家还是可以上网 大方广文化网站 这里边的故事 我们都会在网上有 网上都有摘 这个德语故事 有七百多个 校题中性 礼仪廉耻的故事 大方广文化 公益网刚刚还有老师问到 没看清楚 在我们大家手上拿到的 如何落实德心教育 教师手册的最后一页 背面 下面就有大方广文化 公益网的网址 大家可以经常上网 弘扬民主文化是好事 但是具体落实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困难 上个学期 我们开始在个别班级 推荐背诵地质规 遭到家长反对 那个课本上的东西没学好 哪有闲功夫 学这些课外的东西 闲钱闲功夫 学课外的东西 学地质规不需要钱 并把这些不满 在网上公布出来了 我们学校领导和 我们语文老师都很被动 打击了我们弘扬 推广民主文化的积极性 这些经典的东西 能在语文课本上 能所学的东西中 让学生掌握的话 是不是推广起来更容易一些 那其实我们王老师 在讲课的时候也讲到了 当老师认知都够的时候 语文课本啊 也是我们最好的教材 也是我们德行课本 推广的教材 我那天还听到老师讲到 小学语文课本 有一篇文章叫做 死里长接送总理 死里长接送总理 你看这些课本都很感人啊 那我们去跟孩子讲 成功人士成功啊 都有他的原因 都不会白成功的 死里长接送总理是一个结果啊 当我们人生晚年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很多人在鼓掌拍手啊 还是很多人在感动啊 我们现在就要做啊 总理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生 那个得到那么多人的感动 那是结果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一辈子的付出 所以这个你就可以引导孩子 让孩子去体会 我们自己的人生啊 应该怎么走 所以语文课本呢 都可以用 那至于家长反对呢 也是我刚刚讲到的 我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啊 还是不到位 就是要做长期的沟通 劝一个人没那么容易啊 确实人都有摩擦 那个净摩擦力啊 你没有那么容易推动 推动 我们啊 凭自己的真诚心去做 劝动一个是一个 劝动两个是两个 所以呢 不用放在心上 更何况呢 不用越气 越天尤人 觉得好像自己啊 很受打击 您未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败找借口 再来 当我们去做 也是尽我们自己老师的良心 尽我们老师的本分而已 所以这个孜兰生与生灵啊 我们讲到 不以无人而不放 这个兰花在森林里长大 不因为没有人去欣赏它 它就不放出 它那个芬芳之香了 当我们啊 自己修道利得的时候 也不会因为 受到别人的贬低 或者别人的影响 而受别人 受那个 自己放弃这种 请订阅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